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高要去告耶稣的身体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出太阳的时候 他们来到坟墓那里 彼此说 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 那石头原来很大 他们抬头一看 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 他们进了坟墓 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 就甚惊恐 不要惊恐 你们寻找那定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里 请看安放他的地方 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 他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 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 又发抖 又惊奇 什么也不告诉人 因为他们害怕 耶稣是在礼拜五早上九点钟被钉十字架 下午三点钟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到了傍晚六点以后就是安息日 因此礼拜五的傍晚六点以前是他死亡的第一日 礼拜五的傍晚六点以后到隔天礼拜六傍晚六点以前是他死亡的第二日 礼拜六的傍晚六点以后到隔天这个就是第三日 因此过了安息日之后就是礼拜天的早晨 耶稣就是死亡三日 所以他死亡三日从死里复活 三天就是这样算的 那安息日过后这些女性的门徒们就赶着在天刚刚亮的时候 就很着急的要拿着香膏 要去抹他们主耶稣的尸体 要好好来就是安葬他 其实之前亚历马太的约瑟已经把耶稣的尸体做得非常好的处理 他用了很多的这些末药成香 然后好好的处理了耶稣的尸体 但是这些爱耶稣的女性门徒们 他们真的是太爱耶稣了 他们还要自己再重新再带着香膏 想要去膏耶稣的尸体 那所以呢他们就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就是礼拜天一大早 刚出太阳的时候他们就来到坟墓那里 那他们边走就边走的时候就边彼此对问说 谁给我们把石头从木门滚开呢 因为这个坟墓的门口呢 有滚了一颗大石头把山洞 坟墓都是在那个挖一个山洞 把尸体放进去 然后用大石头滚过来把这个洞口封住 那这些妇女根本没有办法搬开那些大石头 所以他们边跑过去的时候又边问说 待会谁可以帮我们把大石头搬开呢 弟兄姐妹 其实他们的困难还不是只有石头搬不开的问题 我们根据其他福音书记载还知道现场还有这个罗马的士兵在把守 因为这个犹太人拜托这个比拉多说 请你派兵把守这个耶稣的尸体 免得他的门徒来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 然后到处去造谣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哇那就麻烦了 所以现场是还有士兵在把守的 第四节那石头原来很大 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 现场不仅没有士兵拦阻他们 甚至连那个石头都已经有人帮他们滚开了 因此他们非常的惊讶 第五节他们就进了坟墓 进来看见有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救圣惊恐 那个就是一个天使 第六节那个少年人就对他们说不要惊恐 你们寻找那定时之架的拿撒勒人耶稣 他已经复活不在这里 请看安放他的地方 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 他要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 天使告诉这些妇女说 你看原本放耶稣尸体的地方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耶稣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里了 去哪里了呢 他在这个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 就曾经告诉过他的门徒说 他死里复活之后会先到加利利去 然后要门徒去加利利 跟他们会跟他会合 因此天使要这些妇女现在搞赶快去告诉 耶稣的门徒以及彼得 叫他们赶快去加利利跟耶稣会合 第八节这些妇女们就从这个坟墓里面出来 然后呢从那里是怎么样 用逃跑的 用奔跑的 然后呢又发抖又惊奇 什么也不告诉人 因为他们害怕 因为发生这一件事情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所以他们就赶快要跑去告诉彼得跟其他的门徒 弟兄姐妹 这个根据这很多比较可靠的古操本 的马可福音的这个操本 马可福音就停在这里 就停在第十六章第八节 而这个一般的学者都同意 从第九节以后 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 所以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就从这边停 感觉他这个故事没有结尾 因此呢从第九节开始 我们就可以看见 第九节以后 其实都是从另外几个福音书 有关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的故事 把它编辑而来的 所以我们待会看第九节以后 你就会发现 我好像在其他福音书都看过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耶稣复活了 就先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 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 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 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 他们听见耶稣活了 被玛利亚看见 却是不信 这事以后 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 走路的时候 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 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 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 后来十一个门徒作息的时候 耶稣向他们显现 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 因为他们不信那些 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 你看一个曾经身上有七个鬼的 被鬼妇的妇女 不管他过去如何的不堪 他被耶稣释放了 他就一生成为耶稣中心的门徒 他不仅是在男性门徒都跑光光的情形之下 他不离不弃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 他更是第一个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不是十二使徒 而是在当时候比较没有地位的女性门徒 甚至他以前不光彩 他曾经被七个恶鬼所复 那他去告诉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 就是门徒 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 也就是说 他的故事完整是这样 这些妇女们 他们天使在这个放耶稣的这个尸体的山洞里面 遇见了天使 然后找不到 看不到耶稣的尸体 天使跟他说 耶稣已经复活了 你们赶快去告诉他的门徒 去加利利跟耶稣会合 他们就真的跑去告诉了门徒 那这个彼得跟约翰呢 就跑到坟墓去看 可是也没有天使 然后也没有耶稣的尸体 可是就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然后他们这使徒们又回到门徒当中 那现场就又只留下这个 马大拉的玛利亚一个人 那使徒们就离开了那个山洞 那结果就在使徒们离开之后 复活的耶稣首先向 马大拉的玛利亚显现 以色列玛利亚很高兴 又跑回去跟这些使徒讲说 我看见复活的耶稣 可是使徒们都不相信 因此呢 第十节才会说 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 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 然后他们听见耶稣活了 被玛利亚看见 却是不信 他们不相信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 而耶稣在之前三番两次跟他们说 我会从死里复活 你就知道门徒们信心何等的软弱 第十二节这件事情以后 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 在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 向他们显现 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 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 这个是有名的伊玛伍斯的路上 耶稣向两个门徒显现 那他们也去告诉使徒 使徒也是不信 你看使徒真的是心里面很刚硬 十四节后来十一个门徒 作息的时候 不是十二使徒吗 怎么剩十一个 犹大 卖耶稣的犹大已经去自杀了 死掉了 所以呢这些十一个使徒 三番两次拒绝相信 耶稣已经复活的消息的时候 他们仍旧害怕 躲在房子里面的时候 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 并且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 因为他们不相信那些 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敏感鬼 说心方言 手能拿舌 若喝了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害 手腕病人 病人就避好了 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 后来被接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边 门徒出去 到处宣传福音 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随着 证实所传的道 阿们 这一段的意思是说 耶稣差派他们往普天下去 要传扬福音给万民听 并且要怎么样 使他们信靠这救恩的福音 信靠主耶稣 奉主的名被施洗 这样的人呢 他就必然得救 而拒绝这福音不相信的人 他必然被定罪 那信的人就是这些传扬福音的人 以及这些接受的福音的人 上帝会透过圣灵的大能 来证明这些使徒们 所传的福音是真的 因此呢 必有神迹奇事要随着他们 神迹奇事 有时候 甚至夸张到一个地步 就是手能拿蛇 蛇也不会咬他 就算这个 喝了什么毒物 也不会受害 并且呢就是会奉主耶稣的名赶鬼 并且说新的方言 来送赞神 也就是说 圣灵会用很多的神迹奇事 来证明使徒们所传的福音是真的 耶稣真的已经复活了 那当然这个记载不是要我们 有事没事就去拿一条毒蛇 去证明 我就算被咬了也不会死 这叫试探神 拜托千万不要这样做 那因为有很多的一些 神迹奇事的不可思议的现象 那因此呢有人就 也是矫枉过正 他为了怕说 人这个看了这段 马可福音 第1718节 怕他们有太激烈的 这一些想要追求一些激烈的神迹 奇事的 灵恩现象 所以有些人比较保守的 他就会说 马可福音 第16章的第9节以后 根本也不是原本马可福音的 记载 所以呢什么说心方言 奉主的敏感鬼 手能拿蛇 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避好了 这个不是原本圣经的记载 所以不要去行这些神迹奇事 这个也是矫枉过正 我想不需要这样 那我们去往下看 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 后来就被接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边 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 组合他们同工 用神迹随着 证实所传的道 阿们 马可福音在这边就写上了一个据点 主耶稣就被接到天上去 坐在父神的右边与主同坐王 并且他还有一天还要再来治理全地 门徒们也包含我们 我们现在唯一的使命 就是要到处去传扬 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福音 等候主再来 而在传扬福音的过程中 神也要让大能神的大能 神迹歧视随着我们 来证明我们所传的道是真实的 因此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勇敢去传扬福音 做见证的时候 神他必要为我们开路 必有奇妙的突破 奇妙的作为会彰显出来 这是我们可以期待的 至于说 但是我们不能规定 神一定要用 神一定要彰显 哪一种的神迹歧视 那这样就不是你 这样就不是神在决定 而是你在决定 你就是神 神迹歧视怎么发生 那只有神知道 只有圣灵知道 不是你可以 强制规定哪一种形式的神迹歧视 我们就一同来祷告 谢谢主耶稣 你吩咐我们 主啊要在 你第二次再来之前 我们要往普天下去 传扬福音 将你所教训我们的 都教导他们 使他们信而受洗 成为你的门徒 并且有神迹歧视 并且有圣灵伟大的工作 要与我们同在 证实我们所传扬 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 是真实的 主因此鼓励我们 每位弟兄姐妹 帮助我们 勇敢的传扬福音 没有惧怕 做主忠心良善的好门徒 传扬耶稣基督 荣耀十字架的救恩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